超级好吃的八道凉拌小菜 最后一道简直绝了 第一道 我告诉你哦 以后想吃杏鲍菇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做出来真的比肉还好吃 首先把洗干净的杏鲍菇切成薄薄的厚片 锅中水开 放入切好的杏鲍菇 煮个两分钟给它捞出来过一下凉白开 重点来了哦 做凉拌菜一定要挤干水分 这样吃起来啊 口感才不会发水 然后加小米辣 蒜末 干辣椒 18粒的黑芝麻泼上热油 瞬间满屋飘香 再加入盐 鸡精 白糖 蚝油 生抽 陈醋调味 香菜段 有条件的再来点油炸花生米增香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杏鲍菇爽口开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第二道 我告诉你哦 这个凉拌折耳根你要做好了 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先把折耳根用手折断放碗里 然后加清水 一勺盐 浸泡十分钟后再清洗干净 放蒜末 小米椒 辣椒面 淋上热油呛出香味 调味放一勺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适量香油 不喜欢葱的放点香菜 再用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万万没有想到花生米这种随处可见的食材 竟然被一个小饭馆做成了招牌菜 而且是桌桌弊点 花生米用温水浸泡两个小时 这样可以缩短泡发时间 泡发好的花生米加清红小米辣 蒜片 洋葱 香菜 两勺生抽 两勺陈醋 一勺猫油 一大勺白糖 少许麻油 搅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醋泡花生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学会了记得收藏做起来哦 第四道 以后要是想吃金针菇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辣爽口还解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首先树上摘的金针菇切去根部 像我这样撕开 水开下入金针菇 烫熟捞出 过一遍凉水 我每天都在废寝忘食地交做菜 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和关注 真的太惨了 今天您就点一个吧 辛苦您了 攥干水分放入盆中 加蒜末 红椒丝 黄瓜丝 胡萝卜丝 香菜段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香醋 一勺辣椒油 翻拌均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金针菇 酸辣开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五道 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饭店做的蒸茄子颜色不发黑 酱汁调的还那么好吃呢 首先树上摘的茄子切成段 再从中间对开 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时 茄子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每天认真教做菜 麻烦您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的感谢 水开上锅蒸8分钟 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葱花 88粒黑芝麻 浇一勺热油炕香 调味加盐鸡精 一点白糖 适量的生抽 喷入一点黄油 这个料汁还可以做各种凉拌菜 淋在蒸好的茄子上即可 学会了记得点赞收藏起来哦 非常的感谢 第六道 你知道怎样才能做出酸辣爽口 清脆解腻的萝卜丝吗 一分钟教会你 首先把树上摘的萝卜 洗净切成粗粗的细丝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您就留个关注吧 非常感谢 放入碗中 加入一大勺白糖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杀出水分 再倒入适量的纯净水 洗去多余的盐味 做凉拌菜一定要钻干水分 这才是清脆爽口又入味的关键 接着放入蒜末 小米辣 适量的盐 鸡精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芝麻香油 有条件的再加点香菜 最后用你发财的小手翻拌均匀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萝卜丝 清脆爽口又开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七道 要是没有胃口吃饭 您就试试做这个凉拌粉丝 酸辣开胃 非常好吃 粉丝提前泡软 放开水中烫五秒钟捞起来放凉 再来调个好吃的料汁 碗中放蒜末 小米椒 辣椒面 黑芝麻 颇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盐 白糖 鸡精 生抽 陈醋 毛油 香油和葱花一起搅拌均匀 我每天都在用新椒做菜 您就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您在粉丝上面 再来点香菜和花生米一起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第八道 姜豆这样做你们有没有吃过 清脆爽口 关键是做法简单 先将姜豆切成跟我的一样长 水开加盐 一勺食用油 这样才会更翠绿 姜豆一定要煮熟 然后捞出 用冷水过下凉 再像我这样给它对半撕开 加蒜泥 干辣椒丝 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盐鸡精 白糖提鲜 生抽 少许香醋 有条件的来点麻油 用你们勤劳的双手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